大家好,你的鼻子名字是个收入的 我们的国家是两个最多的武汐 而且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 是国家人,国家人 国家人 每个月6月5日 我们的主要是宝山是民权国民的国 也就是六国和文字 我们的这个外国人 对此就是我们的文字 的一个是神长的 Assim 当时我们的来自国成高权 一直蒙祖、拉拉拉拉篮 一直 backlash 一直跟他文化的 在一旅间中间的 仍然在一起 因此 год骊 información 一部分人都把他带出了一部分 今晚的对方是宝山 使命全对方是六贵 这次我们家伦马加区 马上的课理则 一直在这边就要收到 对方了一部分 在这边就要是 在这边就要是 一部分人都要是 这边就要是 这边就要是 对方的一部分 就要是 对方了一部分 这次我们家 在这边就要是 使命全都要 这次我们家 没有人家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会用直笛来吹奏出我们传统的歌谣 譬如说其中一首就是拍首歌 那我觉得用就是用这个现代的一个乐器来吹奏出我们原住民族的这个传统歌谣 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具有文化传承的一个意义 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受邀来这一场欣欣相喜的演出 这个可以给我们的小朋友带来不同的视野 那我们到山上发觉到他们的歌声或是他们的直接学才艺速度很快 那个直笛队他们学半年就去比赛就得到第二名了 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欠缺的就是师资 欠缺的就是一个环境 如果有很好的师资再给他们很好的环境的话 这些不会输给城市的小孩 这些表现是很有趣的 我们的朋友们 感谢观看